如果使用谷歌站长工具 Google Search Console来检查你的内链或者外链的数量呢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由优派主海为了提供的谷歌站长工具 使用教程会找人Jack 在这个Google Search Console的后台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板块 就叫做链接数量这个板块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这是我们的后台板块 然后呢在左边往下滚 有个链接数量 点进去看 哇不得了 一看起来我很多有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 然后呢它这里最明显是外部链接 这也是最重要的链接 这里呢展示的是外部链接 对应的我们某一个子链接的数量 然后这里是内部链接 就是我们自己网站内部 自己 自己页面A跟页面B 链接的一个链接数量 至于外部链接跟内部链接的一些具体的 注意事项还有差别和联系呢 可以看我们优派出海 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个视频教程 我们专门解释 那么这一课就不主要讲了 这里呢还有一个很 很贴心的就是这个主要链到我们的 链到我们网站的一些 其他第三方的网站 那我们可以看到都是Pinterest 因为我们在Pinterest上做了不错的引流嘛 之前的时候 这里呢是链接的文字这里讲了 从外部网页中链接到您资源的链接文字 是什么意思呢 主要例子 这是一篇文章 你看这就叫做链接文字 你点开之后就会跳到另外一个链接嘛 那这就对应了这个文字 这个地方也有一定意义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别人是通过什么方式来链接到我们网站的 那这里呢 其实这些内容怎么看哦 首先我们先看哪些页面最受欢迎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ShampooButter这个页面最受欢迎有190个链接 我们点去看 但是呢 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这个网站中 因为我们直接是跟Pinterest有这个 传图片上去 所以呢 这里基本上他们都是来自Pinterest的网站会多一点 你可以看到 我们展示出了所有东西都是Pinterest的 所以呢 对于这个项目来讲 它这个内链外链啊 无论是哪个网站 就我所知 我们要以这个引键网站数为一个排序 因为这个链接的话 它很可能一个网站有十几个链接 甚至几百链接 链到我们的官网中 但是这个网站数的话是不指不同的域名 那我们首页中有36个不同的网站 那我们首页啦 你看ALP缘的首页 我们看一下 那其中有个SiteLine 有个什么ZoomInfo 有个WordPressHuy 这是我们自己的官网啊 然后还有YouTube YouTube也在了 然后Link什么Center OverBlog 然后PingTrade 你可以看到PingTrade PingTrade叫什么TerraTrade 这个TerraTrade 这个也链到我们网站中 这个页面非常重要 这个页面非常重要 还有YourPi 这是我们YourPi的官网啊 这里讲是到底有哪些网站链到你的网站中 而且他们的链的次数有多少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所以大家注意看 一定是要用这个网站的总数作为一个排序 而不是一个外部链接总数来做排序 大家知道吧 那这里看一下 它用36个 下面还有LinkIn也有链接 然后什么EC21这个词 这个好像在哪看到过这个什么网站 我们看一下 这个网站也链到我们 哦这个环球 哦我想起来之前在他们那边有注册个账号 还有什么其他 Core也有链接 Aspin也有链接 都不错 反正就是不同 这个这种种类越多 对你的网站越好嘛 外链啊 种类数量越多 而且他们那个权重越高的话呢 其实就越好 这样子 它为什么会链到我们网站 我已经不太懂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去申请的 那么说回来 再退一步 这些东西 这个东西没什么用了 这自己内部链接看的 然后这个最长引荐的网站 这个也可以稍微看一眼 我给大家看一下 除了Pintress以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会链到我们网站呢 都是Pintress 什么PetWorld 哇 哎这个词 这个也不错 因为这个的话 我看一下 这个引荐网页数 它引荐的也挺多 这个词 其实就据我所知 它叫做什么 Pintress 塑料的意思 塑料的意思 我们看一眼 PetWorld 塑料 anything 哦 你看 看 这个PetWorld 这个什么 他这个PT应该宠物的意思 那有点纠结 还有什么其他七七八八的什么 黑什么和Blog 这看起来是奇怪的网站 然后呢 退一步讲 我们怎么来合理利用这些 这里的数据呢 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最长链接的网页 这个不重要 然后这个的话看一看就可以了 也没什么用 这里呢 就看一下别人用什么文字链接上你的网站中的这个也是瞄眼就可以了 但是不纠结 主要是看这个板块 我们点点击详细详细信息啊 然后呢 像前面讲的 然后以这个引荐网站数再结合这个收到链接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明显发现首页很重要嘛 然后呢 这个页面 stationary packing design 这个是个如何 就是文具盒 文具是什么铅笔啊 像比上文具盒的包装设计的 然后这个shampoo是洗发水设计的 这两个网页的 它这个收到链接和这个 引荐网站数也挺高的 那么这两个链 这两个网站你可以知道它的外链货的数量挺多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应该在这个 在这个页面中 比如说这个页面中 放一些我们想要主要推广的产品 或者说 我们想导流到其他页面的一些纸链接 这什么意思呢 通过这个表格 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页面是比较受欢迎的 那假设我们有新品推出来了 希望客户呢 他或者说我们的网站访客 更加可以尽快的发现 我们想推出的新的页面 或者新的品牌也好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这几个网站中 适当的加一些链接 或者说 这个旁边的图片 广告图片 或者加一些这种图片 在这个已经获得不错链接的这些地方来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用我们老链带动新链的一个思路 然后让你想要当前想要推广那些链接页面 更加尽可能的或者较高的排名 大概就这个思路 大家能听得懂吗 我再简单复述一次 复述一次 就是先找到你比较获得热门的 别人链接链得多的网站那些页面 然后呢在这页面中 可以稍微加一点点你想推广的产品也好 页面也好 这样子的话 你的那个新品 或者说你想主推的产品 就会有更加多的曝光度 因为呢 并不是每个网站 都是首页获得最大流量的 当然它有限其他页面 它的获得流量 其实可能会比首页更加多 这也是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当然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首页获得的这个链接数最多嘛 那也没办法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收到链接来讲的话 其实并不是首页 而且没有 首页才摆第四而已 那好 这就是我们谷歌战争工具中的一个 链接数量板块的介绍 关注我们优派出海 我们继续教大家如何用谷歌来帮你引流 好拜拜